Hello,大家好啊,大家好啊,大家好啊,我是Nice to meet you,本期要跟大家分享一款变形金刚玩具,就是从我众多爱费中挑选出的一款由海之宝出品的,地出飞猫腿。 海之宝三部曲的玩具,从手感,质量和价格上,兔兔觉得对新手而言是非常友好的。 颜色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黄色,头雕方面还是很帅气的。 胸膛由于是上色的原因,跟旁边的塑料色形成了色差,手臂外侧也是一样的明显的色差。 武器上只配备了车形态的一个部件作为武器,可以拿在手里,作为手枪,也可以作为臂炮。 当然,还可以插在后背,充当一个飞行背包,飞走了。 武器上还是有些匮乏,把他换上目标战士狮子座变形的小刀。 呃,感觉不是那么好看。 飞猫腿和横炮是兄弟,但,除了身高方面,真的看不出有哪里像像。 三部曲的D级别,变形都是很简单的,兔子也是个萌新,接触变形金刚玩具,就正好碰上了围城,地出,王国,三部曲。 对于这三个系列,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把玩,印象也很不错,听说飞猫腿的战斗技巧是无与伦比的,徒手搅斗,还有敌手,远程射击,百发百中,战术策略,能谋善算,而且极其灵敏,是个全才的战士。 十一七天乐哈,最近没什么事,可以把之前没有分享的三部曲玩具,一个一个拿出来,见见客,大家来给我捧捧场哈。 推车方面还是很顺滑的,两款的车型,都是顶尖跑车的车型,兔兔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,由于不是新商家的玩具,价格方面也不是很好,还是值得入手的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,我们明天再见哦,记得三流。